沿途發春蓮紅包袋 前總統馬英九小年夜 一早就跟著馬大姐 一起到新龍市場買年菜 看看老鄰居 花了多少錢 大概2000塊有來 差不多 兩年沒有來 看到他們很高興 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都還會有鄰居講 你要去看一看 他們在講你都沒去 回到最熟悉的地方拜年 看起來喜氣洋洋 不過好事不止一樁 上週馬英九 向總統府申請2月底訪美 也在小年夜這天拿到通關令 總統府表示 馬英九這趟美國行 機密保護風險 在可控制範圍內 無維安預警勤資 因此維安風險程度低 所以同意出境 針對兩岸關係跟美中台的三邊關係 進行交流 馬英九將與228啟程 直飛美東 造訪紐約 波士頓 華盛頓 會晤華府智庫及涉台人士 並以兩岸關係為題 發表演講 也安排敲涉參序 卸任後依舊形成滿黨 二度訪美 立憑自己的國際能見度 記者陳旭 少日敏台的報導